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藍夏如 感謝你收看今天6月18號的宜蘭新聞 今天首先要帶你們來看的是 去年當選投誠選區先議員林冬成 宣前接受賄賂 推出了證明代表的選舉 被依違反選罷法起訴 檢方並對林冬成提出了當選無效之訴 宜蘭地方法院今天下午宣判 判處林冬成一年8個月的有期徒刑 並科罰金160萬元 緩刑4年 最多公權4年 去年選舉林冬成接受現金賄賂 放棄參選證明代表 而讓投誠第一選區024 林錦梅 林坤 樹 林張秀兒 4人以同額競選的方式順利當選 選後被檢方依違反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罰起訴 並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案件也在今天下午作出判決 林冬成處一年8個月有期徒刑 並科罰金160萬元 緩刑4年 緩刑其內付保護管束 並得向公庫支付20萬元 扶180小時的醫務勞役 並持奪公權4年 至於收受的240萬元匯款則沒收 而行賄的4人同樣也依法判刑 但可緩刑 需向公庫支付公益金 扶醫務勞務 並持奪公權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部分 那本業審刑結果認為被告等人分別設犯 對於有獲選資格的交互賄賂或有獲選資格的收受賄賂罪 因為判後態度良好而且坦承判刑 根據59號昨檢後分別預知緩刑4年 一審判決出爐 全案仍可上訴 而法院將在6月25號下週四 進行當選無效支訴的判決 一旦凶記者黃竹漢層不到 還 還有